我们来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选择工具啊,我们来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选择工具啊 选择工具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来创建这个什么,蚂蚁线吧,创建蚂蚁线啊 那么选择工具的话,我们刚刚学的是什么,关于这个巨型选择工具以及什么 圆形选择工具吧,是吧,啊,圆形选择工具啊 好,巨型选择工具和圆形选择工具,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里面是吧,这个工具里面是不是有这几种啊 按着这个什么,按着这个不放是不是这样的啊 按着这个不放是不是有四种工具啊,是吧,有四个工具啊 那么的话,一个是巨型选择工具,一个是什么呢,圆形选择工具,是吧 那么的话,还有两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单划选择工具啊 这个的话,不常用啊,不常用,它实际上是我大概演示一下 它实际上是选择一条什么呢,一像素宽的一个巨型啊 比如说我这个选它之后,什么样呢,点一下 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是不是选择一个,一条很窄的是吧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很窄的一条这个线啊 它就选择一条线的这种,是吧,选择一条线啊 现在是一条横线,是这样的啊,选择一条横线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的话怎么呢,它是选择这个竖线啊 点一下,是选择一条竖线啊,是吧,相当于选择一条线啊 比如说我Ctrl加C,是吧,复制,然后到这里面Ctrl加V粘贴,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一条线啊,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一条线啊啊 好,如果说你想选择一条线的这种什么呢,效果的话怎么样 可以选择一个工具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选择工具啊,那么这两个还是不是太常用啊 如果选择,如果要用的这个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啊 好,那么的话,刚刚关于这个矩形框工具以及这个桃圆工具啊 桃圆工具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桃圆工具还有一点啊,那么我们刚刚是什么呢 是,啊,Ctrl加V是取消选择吧,取消选择啊 刚刚的话我们是什么呢,按住Shift键什么呢 是拉出一个正缘吧,按住Shift键拉出一个正缘啊 好,那么还有一个Alt加Shift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点击的,以这个点击的地方为中心拉出一个正缘啊 假如我手牌放在这个地方,我Alt加Shift 然后是不是什么呢,以这个中心拉出一个正缘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好,它和Shift的区别是什么 Shift是什么,以这个斜角的地方拉出一个正缘吧 好,Alt加Shift 以这个点击的地方为中心拉出一个正缘 是不是这样的啊,不一样吧,是吧 这拉出一个正缘的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椭圆选择工具啊 这个叫椭圆选择工具 好,那么我们这两个选择工具怎么样 包括这里面的什么呢 这几个是吧,这四个 我们选择东西什么样 都是什么,比较规范的吧 比较规整的这种什么呢 比较固定形状的这个选区 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我们想选一个什么 不太规则的形状,是吧 我们是不是用它是不是做不到啊 那么直接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需要其他的选择工具吧 那么下面的这几个都是选择工具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选择工具 比如说下面这个啊 这个也是选择工具啊 这里面有三种选择工具 三种也有三种啊 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上代选择工具的话 中间这个是常用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第一个不常用的工具是什么呢 这个是套锁工具啊 套锁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工具之后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上面画出一个选区啊 比如说这个按住手标不放 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选区啊 大概画出一个选区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这是不是画出了一个选区啊 画出一个选区啊 比如说我照着这个画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选区啊 这是不不精确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画出一个选区啊 是不是画出一个选区啊 好 Ctrl加C 然后Ctrl加V 是不是画出一个选区啊 Ctrl加V 好 把它放过来 是吧 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是不是很不精确啊 是吧 不精确啊 不精确啊 好 这是大概的现手画的一个选区啊 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效果的话 可以这样子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工具啊 第二个工具啊 第二个工具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画出一个选区大家记得啊 按住手标不放画 画出来就行了啊 这是类似于画笔一样的啊 画一个选区出来啊 好 第二个工具的话是多边形套手工具啊 这个工具的话什么呢 那么按理来说它是选择多边形吧 实际上它是一个万类选择工具啊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是可以选择任何形状啊 为什么可以选择任何形状呢 那有人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圆或者曲线吗 也可以啊 那么只要你的段数足够的细 就可以什么 是不是可以选下来啊 是这样的啊 我主个例子来说 我们什么 我们的地球是不是圆的啊 但是我们感觉这个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平的吧 不是圆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因为呢 它的那个段是吧 我们在某一段上面是感觉到它是平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多边形选择工具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山的话是很好选 是吧 比如说选择这个山啊 这个山的话 比如说选择这个多边形选择工具 是吧 在这里点一下是吧 点一下之后松开手标啊 是不是选择一个点啊 好再点一下 松开手标是不是选择另外一个点啊 好 这个的话再点一下是吧 这可以吧 可以啊 好 那么的话再点一下是不是可以啊 再点一下是不是把它选中了啊 点一下啊 好这个的话 这个例子还不太不太有代表性啊 好我们打开另外一个图啊 打开另外一个图 比如说 这里面还有图 比如说这个货品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货品啊 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它是不是一个多边形呢 是吧 如果我想选它的话怎么样 那么可以怎么选呢 点它啊 比如说我点 先点这个角吧 点这个角啊 点完之后怎么样 松开 明白没有 好 这个时候的话可以配合什么呢 配合我们的放大或者是平移工具啊 假如说我想选的精确点怎么样呢 我可以先把它放大吧 先把它放大啊 放大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按住这个什么 按住这个空格是不是变成了手啊 把它移一下吧 好 移一下之后这个时候 我再选择这个多边形选择工具 点它是吧 好 点一个点 松开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选择一个点啊 好 再点这个点 点这个点 松开 是选择这个点啊 好 然后的话 再点这个点 是不是 松开 是不是选择了另外一个点啊 好 这个时候我想把这个图像平移一下 方便我选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按住键盘的空格键 是变成手啊 是不是可以移动一下 是不是啊 移动一下之后 松开手标是不是又变成这个工具啊 好 再选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选 然后再点 点再选是吧 好 按空格键是变成手啊 再移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显得很精确啊 好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在这里点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变成手吧 点一下 是不是还可以啊 好 点一下 再点 好 好 我变成手的时候 是因为我按了什么 键盘的这个空格键啊 好 我按了键盘的空格键 好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好 小圆呢 小圆圈啊 就表示这个是起始位置啊 点一下头怎么样 是不是把它选中了 是把它选中了 是吧 好 Ctrl加C 然后怎么样 Ctrl加V 是不是粘进来了是吧 这是这个货品吗 是不是这样的 选进来了是吧 再看一下 好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选择一个很规则的什么 这个多边形吧 选择一个很规则的多边形啊 好 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万能选择工具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数选下来吗 啊 可以 怎么选呢 我把它放到大一点啊 足够大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怎么样 那么 用这个工具啊 还是用这个工具啊 那么 在这个尖上面点一点吧 然后一个个的点下来 是不是可以啊 只要你点到足够精细 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把它选中啊 看没有 实际上它可以选很多东西啊 你把这个段数点的细一点啊 就可以选的很精确了啊 好 好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就是考验你的耐心 是不是这样的啊 考验你的耐心啊 好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点错了一点怎么办呢 点错了一点是吧 按一下delete键啊 按一下键盘的delete键 把这个点删掉啊 好 接着点啊 好 我们说这个女生比较有比较有耐心吧 所以说女生做设计的比较多是吧 她比较细致是吧 比较有耐心啊 好 好 那么我移动的时候怎么样 是按着键盘的这个什么空格键啊 好 好 这个下来 再下来 好 这个段数如果越多的话就越精细啊 记得啊 这个段数越多就越精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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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滴热键删掉一个点啊 好 好 这里选 选完之后怎么样 这个数数被选中了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是吧 好 Ctrl加C 然后Ctrl加V 张进来 看一下啊 这个数是不是大概都被选中了 是吧 选的比较精确啊 比较精确啊 好 这个地方的段数还是少了啊 再多一点段数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没选好 其他地方都选的很好啊 好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都被选择工具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 啊 比较好用的啊 比较好用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再说一个这个啊 说一个这个实性套手工具啊 实性套手工具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比较傻瓜化的一个工具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在这个贴的边缘 自动的生成这个选择线啊 好 演示一下这个什么呢 实性套手工具啊 好 同样的还是这个数啊 还是这个数啊 把它放大一下啊 放大一下 好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选择这个实性套手工具 然后怎么样呢 好 点一下它是吧 点它之后然后松开鼠标 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去走的话怎么样 它都自动的生成这个线啊 看见没有 我没有点啊 它自动的生成这个点 看见没有 它这个线是不是自动的贴在上面呢 自动的贴在上面啊 好 那么有时候不是太精确啊 好 有时候不是太精确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什么 强势的自己点个点啊 自己点个点 强势让它往那个方向走啊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 好 这个地方如果这个点不好的话 我按D对镜也可以删掉是吧 好 我强势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啊 让它往那里走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好 点一下是吧 点一下啊 那么这个现实它自己什么呢 我这个时候没有点啊 我只是把鼠标放到这个地方来 按照这个地方走的话 它怎么样 它自己的贴上去了啊 自己往上贴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是要求什么 这个轮廓比较清晰的地方吧 好 这个时候也可以是吧 是这样子啊 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智能比较傻瓜的一个什么呢 操作啊 一个工具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三个套手工具啊 这三个套手工具啊 这三个套手工具 一个是这个套手 一个是多瓶套手啊 一个是磁性套手 好 这是关于这个套手工具啊